第二期疫苗预约今天开打 国内力拼第三剂疫苗涵盖率 而美国CDC近来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发现 民众在打完第三剂的四个月之后 疫苗的急诊防护力会从87%掉到66% 超过五个月之后甚至会掉到只剩下31% 所以建议在施打完第三剂的四个月后 就可以打第四剂 不过对此国内专家认为 台湾现在还没有打第四剂的急迫性 还有专家表示 无止境地打下去 最后没有人会想理 专家猜测未来顶多一年一争 而且不是大家都需要打 而是针对重症高风险族群施打就可以 秀出手臂打下第三剂疫苗 新冠疫情烧了两年多 疫苗要打到什么时候还没定数 现在美国CDC研究还发现 打完第三剂的四个月后 疫苗的急诊防护力逐步下降 建议再继续追加疫苗打第四剂 那台湾如果也规划要打第四剂的话 民众怎么看 不反对啊 跟他共处就是要打疫苗啦 还是要看效力啦 美国针对30万笔以上的数据调查 发现第二剂施打五个月后 对于急诊的防护力从69%下降到37% 不过如果接种第三剂又会恢复到87% 但是打完四到五个月后 防护力又再掉到66% 超过五个月后甚至只有31% 因此建议打完第三剂后隔四个月就要打第四剂 对此国内专家则认为 台湾目前没有追加第四剂的急迫性 打第四剂是没有必要的 那因为这样无限制的打下去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一种免疫的这种疲乏 以医护人员来说 我们可能大概都要打到第四剂了 那如果是个抵抗力不好的人 很容易感染的人 那应该也要接受第四剂 前感染科医师林氏璧也认为 Omicron对全世界很多人来说 形同第三或第四剂 就算科学家说需要打第四剂疫苗 很多人也根本不会想四五剂的打下去 他推测最后顶多一年一针 而且也不是大家都需要打 还说疫苗无止境的打下去 没有人会想理 接下来就看疫情的走向 到底该不该打第四剂 也得请专家再评估决定 九金选黄明胜台报导